孙悟空就叫日游神 去问玉皇大帝借的天 玉皇大帝就说 天怎么借得让他装进那个葫芦里 那时候 班暴中闪出拿渣三太子来启咒 万岁 孙悟空保唐僧去西天取经 是天大的好事 我们应该帮助他成功 请陛下降子去北天门 问真母借之黑旗来 等微臣在南天门一拼 就将日月星神陷冷遮暗 那就污天黑地对面不见人 举头不见天 骗到个妖怪 说将天装进葫芦了 那就行 玉皇大帝一想 这也好 于是三太子就奉旨 去北天门见到真母 借了那只黑旗回来 日游臣呢 早就来到孙悟空耳朵边 誓誓声稟布 大声啊 拿渣三太子来帮你手啦 那个猴子王就省水了 他一副杜貌岸然 静静静静地说 那装天的啦 哎呀快点啦师父 这么久你都没装 都不知道是不是骗我们 哎呀我老人家 骗你的十元仔嘛 你站稳点呀 我要放狐狼来装天的啦 到时别怕吓你呀 只见孙悟空口念咒语 跟手将那假狐狼一抛 抛上半空 那个狐狼是毫无变的嘛 轻飘飘 山上风又大 他飘飘荡荡 不知道去了哪里 南天门上拿渣三太子 一见孙悟空放狐狼 他立刻将一刻旗拉开 迎风一拼 将日月星辰通通遮实了 当堂黑蒙蒙对面不见人 那两个小妖一抛到面都青了 喂喂师父 为什么刚才用红日当头 突然间伸手不见五指的 哦那当然啦 天都被我装了入个狐狼里了 日月星辰都在我狐狼里面了 那有什么办法不说黑蒙蒙啊 哎呀师父 那你在哪里说话啊 我们都看不见你 我 我不是站在你面前 你用手都摸到我胡桑的了 跟着孙悟空 又吓了他 他轻轻吹了口气 突然间狂风呼呼 我们知道你这个狐狼厉害了 那一会儿不小心 跌了我们两个下大海 连命都没了 孙悟空见到两个小妖已经信了 他又念动咒语 惊动拿渣三太子 将黑旗收回 杀时间天日重光 红日当头 两个小妖拍手清拙 妙啊妙啊 这么好的宝贝啊 别说两个换一个 连家里的那些搬回来换都值得啊 于是 精力帅就交出红狐狼 灵力虫就交出静平 交给孙悟空 孙悟空就将假狐狼交给他两个 一手交一手 换完宝贝了 孙悟空又在兔子里 换了一条毫毛出来 吹口气 一扁扁的铜钱 他拿着交给小妖精 喂喂喂 小童啊 你拿这个钱 去买张纸回来 啊 买张纸干嘛 啊 我跟你定了合同文书 你两个庄人的宝贝呢 就换了我个庄天的宝贝 就怕人心难测 日久年心有什么反悔 那打官司就不好了 不如各执一指为凭就好 哎呀 这里又没有不明 写什么文书啊 不用了 师傅 我和你对天发誓得了 啊 那怎么发誓法啊 我们两个 将庄人之宝 换了你一个庄天之宝 若有反悔 一年四季的租瘟 好好好 大家一样 是 孙悟空讲完 将个胡佬和郑平收买 一个斤斗就跳上南天门 去多谢拿渣三太子帮助 然后呢 他又翻过来半空 看看这两个小妖怎么收货 那两个小妖精呢 拿着个假胡佬以为这次捉到宝了 搓着来看 省一眼 不见了个老妖人 那个凌厉虫就说了 啊 哥哥啊 什么神仙都会说大话的 他又说换完宝贝道 我们星仙 为什么不见了他呢 正厉虫就说了 我们都拿到那个宝贝了 有着数的了 他走就让他走 不如这样 我们试试装天来玩 于是就学捉孙悟空的样子 将个胡佬一抛 抛上去 谁知跟手就掉下来 咦 死了 死了 怎么不会装天的 喂喂喂 是不是那个孙悟空装神骗鬼 用假胡佬来换了我们的宝贝去 你别捏了 孙悟空被三座山压到实在 怎么能出来 你当然不懂 拿来拿来 让我来试试 我见过那老神仙 刚才抛胡佬那阵 说了几句话 我还记得 于是他一边放胡佬 一边说 如果又不肯 我就打上灵宵殿 哎呀 孙悟空这样说 就有人怕而已 你说鬼惨你 扔一下 胡佬又跌下来 死了死了 上当了 上当了 假的 怎么办 怎么办 那个孙悟空在半空中 听得明明白白 看得清清楚楚 哎呀 免得留下那个假胡佬 给他执着 哎呀 收回来 他立刻扭两条腰 把那个变胡佬 豪佛 收回上身 两个小妖精 正在吵哭 突然间两个小妖 四手空空 喂 那个胡佬呢 哎呀 那你自己拿着的嘛 哎呀呀 我为什么不见了 他去了哪里 两个就随地摸 周身暗炒 哪里还有踪影呢 两个小妖 吓得傻了 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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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大王将宝贝交给我们 叫我们入孙悟空入去 而孙悟空未曾捉到 连宝贝都不见了 死了死了 怎么回去 这次回去 一定打死为止 怎么办 怎么办 凌厉重就说 哎呀 我们不如走吧 走 走 走去哪里 哎呀 去哪里躲起来也好 反正你一定没命 一定打死的 那正职人想想 哎呀 都不好了 不要走了 我们都回去了 二大王平日对你这么好 你就哄一下他 那他也怕不会将我们 怎么为难的吧 于是 两个小妖 就提心吊胆回去 孙悟空在半空中 一切看得清清楚楚 他摇身一边 变成就是乌鹰 飞下来跟着那两个小妖 哈 那倒是 那变成乌鹰 那两个宝贝 怎么带走呢 如果掉在路上 收起草堆 那被人偷了 起不是奴而无功 哈哈 你又不用忧 他还带着两个宝贝 在身上 那样的乌鹰 那么大 怎么带得 红葫芦 和阳之玉正平呢 原来那两个宝贝 和如意金枯棒一样 叫做如意佛宝 随身变化 可大可小 故此 孙悟空说 变成了乌鹰 他将那两件宝贝 一起带走 再带着孙悟空 便是乌鹰 就跟着两个小妖 一直进到山董里面 那两个大王 正在那里喝酒 小妖就走到面前 跪在那里 孙悟空就迫在门上 侧意来听 小妖怪就叫声 大王 大王就放下酒杯问 你们回来了 回来了 捉了孙悟空没有 小妖就一抹着扣头 就没出声 捉到没有 又没出声 一连问了三次 小妖精一边哭一边说 我们该死呀 该死呀 我们两个拿着大王的宝贝 去到半山 遇到蓬来先生来的老神仙 他跟我们聊天 他说他有个装天的葫芦 他还试过给我们看 他真的装到的 污天暗地 什么都看不见 我们两个起了妄想之心 想用装人的葫芦 和那个正平 换了那个装天的葫芦 回来给大王 怎么知道 怎么知道那些仙家宝贝 不经得凡人手 我们想试演一下 狐狸和神仙都不见了 望大王饶散我们的死罪 金国大王一听就整个跳起身 哎呀 什么神仙 分明是被孙悟空装神 扮鬼 骗了你两个了 哎呀 那个猴狗王神通广大到处都有熟人 又不知哪个无神将他放了去 连我宝贝都骗了 银国大王一听就说 显长 你不用生气 让我来炮制他 那个四马鲁 金无礼 他有本事 走掉就算了 连我宝贝都骗了 我如果不抓他回来 算我没有本事 永世不在此生为怪 然底啊 那你怎么捉得住他啊 我们有五件宝贝 现在让他偷走两件而已 还有三件 怕他吗 怎么捉住他 七星剑和芭蕉线就在我身边 有一条仿金线 在压龙山压龙董 在老母亲住收买 然后我立刻派两个小妖 请母亲来吃糖真肉 叫他顺便带来 这样就行 好啊 好啊 那派哪个去好呢 哼 这两个笨蛋 没有用处的 不派你们去吧 跟我拦开 那个精力气和灵力 还一听 快点连爬大滚 走出去 抹抹汗 哎呀 这次真的很幸运 又没打又没闹 放过了我们两个 那个银角大王就下令 叫巴山虎和以海龙 两个小妖来听后命令 他就吩咐他们两个 你两个要小心 是 小心 要仔细 是 仔细 你两个认不认得老奶奶的家 认得 你们认得就好了 你马上去老奶奶那时 多多拜上 你说要请个老人家来吃糖僧肉 请他带他那条放金星来 等着用了 要拿去捉孙悟空 两个小妖领命 就飞快扔着去 孙悟空听得明白 一飞就飞在小妖身上 走了两三里路 孙悟空就想杀了他们两个 只想 杀就很容易 我不懂路 怎么办 别了 先搞清楚 于是 孙悟空一跳 就跳下来 找个路边躲起 摇身一边 变成一个小妖的 追着上来 等我 等我 那个耳海龙一轮转头就问 你哪里来的 哎呀 你连自己熟人都不认得了 你哪里的 我不认识你 你这样都不认得我 哎呀 你看真 看真 这么年生的 没见过 当然没见过 我是直外班的 直外班 难怪的 你哪里的 大王派你们两个 请老奶奶来食堂增育 叫老奶奶带上一条 仿金绳来 捉孙悟空 事关重要 大王派你们两个 贪玩 误了大事 叫我来 催促你们 走快点 两个小妖 见孙悟空 知道这么多 底细 就信以为真 将孙悟空 认做一家人 三个人 匆匆忙忙 向前飞跑 一口气 走了十几里路 孙悟空就说 哎呀 喂喂 走得这么快的 哎呀 休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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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休息了 前面到了 孙悟空抬头一望 前面有一座森林 他想着老妖精实 就住在森林里面 于是他立定脚 拿出那支铁棍来 照着两个小妖 后枕一波 可怜两个小妖 真是不耐打 一棍就变成育长 孙悟空将尸首 拖在路边草堆那里 他自己呢 拔出那条毫无吹口 鲜气 变成了个小妖 巴山虎 他自己就摇身一变 变成以海龙 装做两个小妖 就去压龙装 去请老奶奶 三五步就跳到入树林里面 见到有两层石门 半开半掩 孙悟空在外边 咬了一句 开门啊 里面是走出个女妖怪 打开门出来 问 你们是哪里来的 平顶山莲花董大王 派我们来请老奶奶 那进去吧 进到里面 孙悟空偷偷望 见到二层门里面 当中坐着个老妈妈 孙悟空白发 满面皱纹 面色红润 精神逆逆 孙悟空一见就打倒吞 当堂泪流满面 啊 奇怪了 为什么他走回头哭呢 难道孙悟空怕了他 就算怕也不用流眼泪的 放下现在已经打死了两只小妖精 来骗他的宝贝了 那又不用流眼泪呢 想当年孙悟空 到山火海落油镬来炸 被炼丹炉来烧 用刀来斩何曾流过半滴眼泪啊 只为想起唐僧取经的苦处 就曾经哭过 现在怎么又会哭得上来呢 原来那个孙悟空想到 老孙悟空想到 老孙悟空想到 小妖来请老奶奶 那现在不难直不散 走入去说话呢 定是要跪在这儿 叩头拜见老奶奶的了 哎呀 老孙为人 一生英雄好汗 平生只拜过三个人 西天拜佛祖 南海拜观音 两界山上拜师父 师父在两届山救了我 我拜了他四拜 拜他为师 我搞断肝肠 废尽心思 出尽手段 一卷经就能值几何 今天要我老孙 跪下来拜这个老妖精 哎呀 其此大欲 我怎么忍得这口气 如果不跪不拜 就骗不到他 到时走流风声 哎呀 算了 为了救师父 老孙来受欲于人 算不通就抹干眼泪 咬住牙关 硬住头皮 进去跪下 叫声奶奶 跟着扣头 那个妖精 音声怪气 骗意 起床吧 算了 吴翁一听 心就更加 哎呀 还没见你叫多声 骗意 哎呀 这回真是当衰了 他想吐到口水 又不敢了 怕转步 只好起身 站在一边 那老妖精又问 那老妖精又问 你从哪里来的 在平顶山 莲花洞 两位大王有请 请老奶奶 去食堂增肉 请老奶奶 带上一条 放金醒去 用来捉孙悟空 哎呀 我两个儿子 真是孝顺 哎呀 跟着老奶奶 又吩咐 准备顶脚 孙悟空又想了 哎呀 妖精又像人 坐脚 哎呀 你真是会叹 后面就立刻 有两个女妖怪 抬了一顶香藤轿 出来 放在门外 老妖精就起身 出去上轿 有几个女妖 就捧着梳头盒 镜甲 手跟香盒 跟随左右 老妖精一见 就说 哎呀 你们还来做什么 才可以的 我回家 去我儿子那儿 你怕我没人服侍 不用你们来这么多事 快点回去 跟我开门 于是就只剩下两个抬轿 其他就回入董 老妖精又问 莲花董那两个 叫什么名字 我叫以海龙 他叫巴山虎 好了好了 你两个在前边 跟我开路 孙悟空心想 哎呀 真是晦气 爱西天取经 怎么变成 跟他妖魔 打工 跟他做杂差 做奴博 只要不敢不听 只好引气吞声 在前引路 走了五六里路远 嗯 时机到了 孙悟空左望右望 看到周围都是荒山野岭 他就走到担脚 两个女妖身边 哎哟 休息一下 走得这么辛苦 肩膀都压得痛了 两个女妖听到说 休息一下 当然高兴 轻轻就放下脚 坐在路边 那孙悟空在胸口 拔了一条蚝毛出来 变成了个大烧饼 香喷喷在那里 大口大口的来吃 抬脚那两个妖怪 闻到香味 听到滴滴滴滴 那要吃东西 就问 长官呀 吃什么呀 哦 真是难言说 我这么远路来 请你老奶奶 的多打赏都没有 饭没淡食 茶没杯饮 哎 饿得肚都扁了 好彩我还联 带着干粮来吃 说完 跟着又哒哒声 吃了 两个女妖 见她吃得这么滋味 口水流流 眼睁睁 望得实 孙悟空对她两个说 哎呀 什么你两个都肚饿 哎呀 来啦来啦 一家人有什么计较 来来来 吃啦来吃啦 两个女妖 听到有得吃 马上琴琴车 跑过来分烧饼 孙悟空 就拿出一只铁棍兜头一拼 两个都垂下在那儿 那个老妖精 坐在脚上面听到 哒哒声 就对她头出来 看看 孙悟空已经跳到她身旁 手起棍落 当堂整个头打扁了 一手在脚里面 拼出来一看 原来是一只狗尾狐狸 我呸 这只业畜 呸 呸 害到你孙爷爷 叫了两声奶奶 还扣了头 你 呸 你都配做奶奶 你做奶奶 老孙祖就做了太祖老公公 孙悟空 跟着就抄身 拿了那条黄金绳出来 收藏在自己身上 哎呀 行了行了 那两个潑摸 她再有本事 五件宝贝 有三件已经胜酸了 哎呀 行了行了 于是 她又拔了几条蚝帽出来 变成巴山虎 耳海龙 和两个抬脚的女妖 她自己呢 摇身一变 变成个老奶奶 坐上脚 一直回到莲花洞 那两条毫无变的小妖 就在门口叫开门 把门的小妖就问 巴山虎 二海龙 回来了 回来了 奶奶呢 坐在脚上 小妖就立刻 有位品报大王 奶奶来了 两个大王就安排 乡案出来迎接 孙悟空听到 就心中欢喜了 哎呀 这次轮到我着素了 我刚才做小妖 她请个老妖精 扣了个头 现在呢 我变成老奶奶 我是她母亲 她一定要行四拜之礼 嘿嘿嘿 那我就赚回多几个扣头 算不空走下轿 整下新衣服 把四条毫无收回上身 看门的小妖 就将空矫抬进去 算不空就跟着后面 叫叫的的枝枝 整整扭扭 静静 摇摇摇摆摆 地走进来 持足老妖精 地动静 整班大小妖怪 跪在地上来迎接 薄山 勞里香烟 渺渺 古岳齐名 一派响亮 老奶奶就来到 静厅南边坐下 两个大王 相室跪倒在面前 叩头 母亲 孩儿拜 乖仔 起床 那个猪八戒 吊在梁上 咳一声笑出来 沙和尚就说 二哥 你真的吊到发癫吗 还笑 哎呀 兄弟 我笑 有原因的 哎呀 我以为老奶奶来 要蒸了我们来吃 哎呀 原来不是老奶奶 是旧伙计来了 什么 什么旧伙计 别这么大声 别这么大声 我告诉你 那个拔马温来了 是吗 你怎么认得出她的 我 我刚才 看起来 他懒过有礼 叫乖仔 起床 他自己 一跋起床 哎呀 后面那条猴子 整条 跋了出来 我 调得高 故事 看得清楚 沙和尚就听见 孙悟空 来了 当堂 吃了个大定心丸 喂喂 师兄 你不要说这么多话 听大师兄 怎么说 那个孙悟空 坐在大厅中间 就问 乖仔 请迷娘来 有什么事 母亲 年日没什么 孝敬 母亲 今早 我们兄弟 逐到东土 唐僧 不敢先食 请母亲大人 来 蒸给大人 吃 延年益寿 那个孙悟空 他是顺风耳 刚才听到 猪八戒 在那里笑 他说 见到他 咳那条尾 他有心 就等回头 他就说 哎呀 乖仔 唐僧肉 我就不想 吃住了 听说 有个猪八戒 遗娘 最终 他吃 炒猪耳 将他耳朵 割下来 给遗娘 送烧酒 那个猪八戒 一听 急上 喂喂喂 哥哥 你别靠害 你割我 耳朵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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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出来 不要听 哎 就是这个 傻佬 一句说话 穿了 两个大王 知道上当 成董的妖怪 搞到 乱了 大龙 正在这个时候 董外 有个妖精 飞奔 进来 报 大王 不得了 孙悟空 打死了奶奶 掉在路旁 两个大王 一听 马上 哀七星剑 照着孙悟空 劈过来 孙悟空 摇身一拼 只见满栋 红光 孙悟空 已经无中 无影 齐天大圣 就确是 神通广大 罪则成刑 散则成器 变化无穷 吓到 金国大王 魂飞拍散 整班妖精的 灯大双眼 定在那里 动都不懂得动 金国大王 就说 哎呀 兄弟 把唐僧沙和尚 朱八戒 和白马 行李通通 送回 给孙悟空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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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搞了 还是不求贪口福 毕了是非门好 嘿呀 大哥 你这么说的 我也不知道 睡了多少心血 才用了这条计策 将和尚捉回来 如今 你这么怕 孙悟空 将和尚 给他回来 为刀 被剑之人 那怎么是 大丈夫所索所为 大哥 你不用怕 我问得 孙悟空的 神通广大 我算是和他相会过 知未曾正式 比赐过武艺 来人 拿匹挂来 等我和他 打三个回合 比一比 如果他三次 都打我不赢 我们将唐僧 留回来 慢慢吃他 如果他三次 都打赢我 那我们将唐僧 还给他 那就行了 金国大王 一听就说 好啊 贤弟啊 你又要小心啊 大王 我行 我们下词 都要小心啊 感谢观看